咱们先娱乐娱乐 我听说呢在快手啊 必须得有家族 我这呢是只身来到这里 目前呢 没有任何家族 所以呢第一呢 我向各位家族的朋友呢问好 第二呢我也不想惹各位家族 听说在快手上呢 不能惹有家族的人 好不好 咱们就踏踏实实呢 高高兴兴的呢聊一会儿啊 足球的事 因为呢聊别的呢我也能聊 但聊足球呢相对来讲呢擅长一点 好吧 所以各位新老朋友啊 董璐在这呢向您问好了 这一上来就这么大阵仗 那我必须得卖个力气啊 我先唱首歌好吧 两分多钟 我就跟一个人比 我就跟马云比 我比不了马云有钱 但是我今天呢我看马云呢 唱了一首歌 我觉得 虽然我今天刚指挥完比赛啊 嗓子有点哑 但是我决定向马云挑战 嘛 就这首歌啊 让我掉下眼泪的不知昨夜的酒 stamp 让我须肥忽然靠吗 让我一叮不舍地固执你的温柔 一路还要走多久 你钻着我的手 让我感到为难的是挣扎的自由 分别总是在九月 回忆十四年的轴 深秋嫩绿的垂流 亲吻着我额头 在那座阴雨的小城里 我从未忘记你 成都带不走的只有你 和我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 直到所有的灯都熄灭了 也不停留 你会挽着我的衣袖 我会把手揣进裤兜 走到雨里路的尽头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还行吗 我呢是 不靠谱的业余的 野生的歌手 因为呢 我也没有这个 声卡 所以唱起来呢 一般来讲呢 都是掉粉的 但是我为什么还要唱呢 主要就是因为呢 总得把这段时间给他填充了 因为马上 就到22点整 刚才最后一响 是北京时间 22点整 我在1993年的时候 谢谢啊 这刚来就这么大的 这个礼物 我93年在电台主持节目 有一天晚上 我呢 主持的节目时候呢 我就有点困 然后呢 眼瞧着呀 到八点了 中间呢 有两分钟呢 我就推起了一首音乐 然后我就迷迷登登啊 我就恍恍惚惚啊 我就好像有点 我就要睡着了 梦中啊 突然之间 被什么惊醒了呢 就被这个电台的爆石 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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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 哎 这是我们这个已经形成条件反射了 一听着 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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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 马上就得说出来 刚才最后一响 是北京时间 几点整 我就在这滴滴滴的过程当中 我猛然惊醒 我就看我这直播间前面的那个表 那个电子表啊 电子表呢 显示的呢 是20.00.00 但是我脑子里边呢 又想着呢 是晚上八点 所以我脱口而出 刚才最后一响 是北京时间 28点整 我说完以后啊 我自己啊 都没意识到 没想到呢 电台这投诉电话呀 一直想到凌晨四点 有很多北京的老大爷 老大娘 大哥 大姐 都纷纷打了电话 说你们这电台这爆石 怎么回事 怎么28点整 28点到底是几点呢 蒙了 因此呢 我被电台呢 罚了100块钱 无独有偶啊 若干年以后 有一天 我在这乐视的直播室 解说欧冠 大巴黎对大黄马 我又睡着了 这次啊 可不是100块钱的事了 这次啊 直接就干到热搜去了 有一些朋友都知道 我呀 差点就上热搜榜的第一 我最后啊 屈居亚军 那么为什么说我姐说睡觉 没有冲上 这热搜榜第一呢 我这辈子 我最恨两个人 一个叫吴奇隆 一个叫刘诗诗 因为他们俩那天宣布 结为勤劲之好 相当于就是 结婚了 他们俩这一结婚 直接给我这新闻 给挤到第二位去了 但是不管怎么说呢 这个新闻还是 传遍了 这世界各地 无论是在南美洲的巴西 阿根廷 北美洲的美国 加拿大 欧洲的德国 法国 西班牙 英格兰 反总而言之 包括亚洲的日本韩国 都在那娱乐板上 有中国一个解说员 在解说欧冠 黄马对巴黎的比赛当中 睡着了 然后呼噜声 传遍了整个中国 因此他还被解雇了 事实上呢 我没有被解雇 但是被停赛了一个月 直接加间接损失 大概有九万多块钱 这是我睡得最贵的一觉 但是我也有点自豪 因为一般人呢 要想上热搜呢 都是要么呢 被别人睡了 要么呢 就是把别人睡了 我是自己 把我睡我自己了 我还说不定 有点骄傲 但是我今天呢 在快手上的 第一次直播 我绝对不睡 好吗 各位可以监督我 好不好 要说起跟快手的 这个恩怨啊 说起跟快手的 就这个缘分呢 得由此上诉到2013年 恨不得呢 快手刚成立没多久 谢谢啊 这怎么车就开来了啊 这个我就实际上就已经开始玩快手了 我早期的很多视频都在快手上是制作完成的 这个快手里边留下了我很多青春的记忆 但是后来呢 也就是有点渐行渐远了 但是呢 咱们这么说啊 我有一句 这个 谢谢各位啊 这一上来就开车啊 这个 我有一句话 就是踢足球啊 防守 没有不上手的 中国小孩踢球啊 经常呢 就手特别规矩 可是我们一出去 跟日本韩国什么欧洲小孩一踢球 我们就总觉得人家是四条腿 为什么呢 这两只胳膊永远都滑了着 支着啊 怼着啊 然后扛着 咱们小孩呢 就光顾着这俩脚去扒了球去 所以后来呢 我痛定思痛 我说出一句 防守没有不上手的 那么今天我要说 直播没有不上快手的 我就来了 啊 所以各位老铁啊 我呢 叫董璐 我是东北人 但我15岁啊 我来到了北京 到现在50了 35年过去了 但是在东北呢 我仍然呢 还是有一定势力 在东北啊 我还是有一定记忆的 啊 我还是有一定记忆的 因为我自小 就在东北长大 啊 我呢 零到三岁呢 是在吉林省通话市 三到十五岁 我是在吉林省长春市 长春市啊 我不知道有没有长春的老铁 啊 按说的那是我的故乡 啊 长春啊 斯大林大街 啊 长春 这个 这个南湖公园 长春老虎公园 长春人民广场 长春五商店 啊 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 长春吉林省实验中学 那都是我生活战斗过的地方 好吧 但是后来就来到了北京 来到了北京啊 然后考的学啊 然后大学毕业呢 去了铁道部 啊 在铁道部呢 我先后啊 担任过仓库保管员 啊 然后这个业务员 啊 追债员 啊 追债员呢 我曾经啊 只身前往东北 大庆龙凤 啊 为我们公司去追债去 啊 一路啊 九九八十一难 啊 差不多呀 差点是钱要回来人没了 啊 但是我最终还是顽强的 我回到了北京 我把这三十万人民币的支票 现金支票 给我给我放在我们总经理老板的这这桌上啊 老板当时真的差点亲我啊 就像刚才这女生一样啊 呃 但不管怎么说呢 呃 往后的日子呢 我就开始了 就是就是 独自成长啊 我就九三年就离开了体制 一直到现在啊 我基本上呢 也没有单位 也没有领导 我干什么都没有证 啊 呃 除了身份证 结婚证 剩下都没什么证 但是呢 呃 我我喜欢足球 我后来呢 就成了足球记者 啊 米卢 米卢知道吧 米卢的房子卖给我了 啊 不老少朋友现在特别关心 说这房子现在值多少钱 我告诉你 现在落架了 现在落架了啊 啊 因为什么呢 因为房子可能有点老了 啊 有点老了啊 然后呢 我呢 追随着中国队啊 打进了世界杯 啊 当然在采访世界杯之前呢 我还采访 甲A 甲A啊 那时候叫甲A 啊 我是古北京公安的随堆几舍 啊 高峰啊 什么谢峰啊 曹颖东啊 高峰啊 那伙的人啊 都比较熟悉 都比较熟悉 后来的杨晨周明 啊 邵嘉一 去德国的时候 我都是到德国去采访他们 还碰着几个轮子 给我塞这个宣传单 被我给当街给撕毁 啊 放在地上 屁屁屁啊 啊 我这这都我的经历 啊 后来呢 我又这个做了足球解说员 啊 我解说 我解说黄了好几个地方 啊 乐视我解说黄的 啊 之前还有一个ESPN 也是我解说黄的 啊 现在PPT有时候跟我签合同有点含糊 啊 然后呢 我就又 这个 开直播 什么的 乱七八糟的吧 今天呢 好 今天我在快手这就就就独家 啊 就就独家 就这一家 所以没不用那么多手机了 好吧 呃 有一些朋友啊 是这么多年呢 确实呢 比较赏识我 啊 然后呢 就我去哪啊 他就跟着去哪 他为此呢 都下了十多个APP 啊 因为我是属于流窜型啊 这个 这个 自媒体工作者 但是我现在 我也挺自豪的 因为我养活了 不老少 啪 活了 啊 你看动不动 这个 新闻 那个平台 这个号 那个 那个号呢 好多 好多朋友 他都晚上 都都都都在我这 我说了什么呢 他就写一写 完了 啪 发他那 然后 有流量 有广告 有收入 啊 所以我一个人呢 应该说呢 还是建负起了 挺大的一个重任 啊 以前呢 在一些平台上 也做直播 啊 其实我做直播 得有四年了 差不多 有些朋友呢 跟着来了 跟着来了呢 咱们这么着啊 咱们呢 因为出道贵宝地 咱们呢 跟快手的这些老铁 这些朋友们呢 咱们得 呃 恭恭敬敬 好吧 咱们别到时候 按着咱们的路子 最后被人给卷了 这事不好 好吧 呃 总言之呢 未来的日子还长 虽然说今年呢 呃 奥运会没了 欧洲杯也没了 但是呢 这足球啊 永远是聊不完的话题 尤其是中国足球 尤其是国家队 尤其是中国的这个情绪 呃 那么刚好呢 我在这方面呢 有一些啊 小小的造纸 啊 你们都说造诣是吧 哎呦 这这快手的朋友一看 就知道我喜欢什么啊 呵 呃 不像别的地方啊 别的地方了 给我弄点甜甜圈 我多多大了 我还吃甜甜圈 啊 还弄点薯条 什么薯条 要什么薯条 啊 还是 是吧 呃 所以感谢啊 呃 感谢这快手体育的朋友啊 啊 总而言之呢 呃 这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 呃 这是一个无所不能的时代 这是一个每一个人 有能力就可以 有 有表现平台的一个时代 这甚至一个根本都不用要什么基因的时代 啊 你比如说做电商 做电商快手有基因吗 没有 但是快手做的不错呀 啊 一年一千五百个亿 是吧 那那那那也是 说明什么呢 说明 英雄莫问出处 英雄莫问出处 有的朋友说呀 快手这朋友啊 喜欢足球的 喜欢体育的不多 我就不信任了 没关系 啊 就说每天有三十个人看 我觉得也挺好的 关键不在于多少人 关键在多少人懂你 好吧 所以呢 希望呢 未来 还会有更多的机会呢 咱们在这个快手上 相见 好不好 所谓 这个防守没有不上手的 直播没有不上快手的 啊 呃 谢谢啊 谢谢 这怎么还跟着我呢 啊 好 今天呢 咱们呢 聊一聊啊 这个李铁的新国族 为什么叫新国族 呢 实话说呢 中国足球啊 这过去这一夜一夜呀 都是比较黑暗的 啊 那么唯独呢 是2001年 米卢先生带领着中国队啊 打进了一次世界杯 啊 当时我是随队的记者 我亲眼目睹了 这个整个的这个过程 而且我跟米卢呢 私交还可以 除了他的红颜知己 我应该算蓝眼知己 啊 这个咱们客观的说啊 虽然说现在啊 他可能不能理我了 因为实在是 怎么说呢 我要是他 我也不理我 啊 为什么呢 因为他在我身上 确实亏了 啊 他那套房啊 他当时急于出手 变现 也没人买 啊 我那是好心 没想到呢 好心呢 这个办了好事了 当然对我来讲是好事啊 就是我买了一套房子 我搁了两三年 后来我住了住 住了住 后来没想到 北京房价一下起来了 他那房子后来就涨价了 他每次回中国呀 他都看见我的时候 他都都咬牙咬的咳咆咆 但是你说 我当时说实话 我要不是为帮他 啊 我我我也没那么多钱 一下出那么多钱 是吧 你想想 2002年 03年 55万一把一利索 也也 也是一笔大钱 我也不是王健林 我也不是马云 是吧 所以他现在对我有点意见 那我下次见他的时候呢 我争取啊 给他点 好吧 给他点 是吧 就是给他个 撒瓜俩草了 是吧 但是客观说呢 米卢先生在我心目当中呢 实际上他是拥有着非常呃大的这个这个影响的啊 他的很多的理念 因为当时跟他交流的比较多 我个人觉得呢 他虽然是个外国人 但是他不是一般的外国人 他跟后来的什么卡马乔 什么什么佩兰 什么什么什么杜一啊 什么什么什么礼皮啊 还真的不一样 啊 他还真的是属于啊 这个 他原来效率的球队叫南斯拉夫游击队队 他还真的像游击队队员 那波人呢 全是正规军 我个人觉得 中国呀 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国度 中国文化呀 也是比较特殊的文化 尤其呢 是在中国的目前的这个转轨变形的时代 应该说呢 我们很多的这个人与人之间的这种沟通 还得体现着两个字 江湖 江湖啊 我们很希望我们所有的事都按照规律去做 但有一点按照哪的规律啊 你按照欧洲的规律吗 还是按照日本的规律啊 所以呢 这个规律听起来非常高的上 但是什么规律是适合中国足球的规律 这个问题 其实是一个很深刻的问题 而米如 在国际世界上 这个国际足球的这个这个领域里边 他不见得是一个多么多么伟大的教练 啊 虽然他叫神奇 神奇教头 因为他先后带了五个国家队打世界杯 但是客观说 无论是他执教阿根廷 还是说是执教易甲 乌迪内斯 基本上都是失败 包括后来执教卡塔尔 也没什么作为 读读的 在中国他拥有了巨大的影响力 因为他的很多的理念 他很多的做事的方法 他的这种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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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善当中的某一种 皎洁 应该说正好对路的中国足球 也就是说呢 您拿一大学教授 来教中国足球啊 实话说 还驴唇不对马嘴 但是你要拿一赤教 乡村女教师 这个呢 也差一点 但刚好是米如 米如呢 既有他的国际的 这种大赛的丰富的经验 又有着他的为人处事的某一种的 这种随机应变 恰恰呢 这是属于姓和的 嫁给姓正的 叫正和事 那么当年米如的国家队当中 大家现在能够感受到的 基本上都是中国足球的这种 中流砥柱了 当然也有一些呢 是属于啊 影响力也是刚刚的 你比如说郝海东 郝董 是吧 最近呢 想当公知 当的呢 还可以 影响力 也是与日俱增啊 郝海东 在西班牙 有一万平米的 这这这洋房啊 郝海东 范志义 哎 范志义啊 这这这 这这上海市足协主席没有竞选上 但是不耽误人家范志义啊 这个 进入根堡 这基地啊 当了这个技术总监 啊 再往下属 杨晨 杨晨现在 在中国足协 这个国管部 邵嘉一 当年呢 这个年纪轻轻 但是也是 哎 在这个中国足协 任职 啊 赵俊哲前来 之前呢 在中国足协 后来呢 走了啊 可能跟他们混不到一块去了 啊 啊 完了就走了 走了 然后 深思其红 人家在上海 啊 做这个 幸运星这俱乐部 应该说做的也是 风生水起 啊 都几个人啊 两个 两个 老二呢 一会儿 三个人过来 一会儿都给我 这家人问吧 好 好吧 啊 过来 过来 跟大家说问问好 哈喽 叔叔阿姨哥姐姐 大家好 你好 啊 这是 这就没入镜呢 对 啊 大家好 大家好 啊 吃饱了吗 吃饱了吗 刚刚吃饱了 啊 吃吃吃饱面 啊 这这今天呢 因为 呃明天呢 是周末 啊 这这我 我领了三个孩子呢 来我家 啊 因为刚今天 踢得上比赛 踢得还不错 啊 踢得还不错 这都是我的 这个 我准备卖的 他们 他们再大点 我就给卖了 啊 你知道吗 都知道吗 现在 知道了 现在知道了 是吧 嗯 之前不知道 是吧 不知道 啊 好 好 好 以前不知道 看见没有 啊 因为有很多人说 董路做清训 就是要卖孩子 啊 就是卖孩子 卖孩子 咱们今天咱们也打给天窗 说亮话 啊 我当他们面说 我将两个给卖了 啊 为什么呢 徐日导卖咱们就能卖 深思其红卖就能卖 我为什么不能卖 开玩笑啊 开玩笑啊 这深思其红啊 人家在这个幸运星 啊 一个优势五的队 可能能卖八百万 啊 徐日导在冲冰岛 人家九九两千 啊 这一个队能卖 恨不得八千万一个亿 啊 我这现在啊 我想卖他们 卖不了我 为什么呢 这 这没有合约啊 没有合约啊 这是生卖卖不动 啊 现在都市场经济 都是法治经营 是不是 卖不动 马上再说吧 回头再说啊 还有呢 就是 谁啊 像这个 马明雨 马明雨啊 马明雨人家也在四川 做足球 啊 那么这里边 其实关键人物 还有李铁 李铁 李伟峰这样啊 那么李铁应该说四十三岁能够成为中国国族的新任的主教练 这印证了一句话 这也是我经常说的一句话 就是你想拥有什么 你就去追求什么 大家可以把笔啊 拿起来记下这句话你想拥有什么你就去追求什么 就这句话不完全统计啊至少帮助三百多个人考上大学 啊完了一百多个考上研究生 还有五六个考上博士 至于说靠这句话追上女朋友的成家立业的我感觉不下八百 啊当然了也有个别的啊 这锒铛入狱的也是靠这句话 他想拥有什么他就追求什么去了 他想拥有钱 他就追求钱去了 他就开保险柜去了 你说砸着柜员机去了 那可不最后不都进去了啊 所以怎么说呢 就是一句话呀 你看你怎么理解啊 就是就是就是你比方说刀刀在刀在这个厨师手里边 那可能就是能够给你做出这个香氛喷的菜肴 可是你在这个犯罪嫌疑人手里呢 他就是凶器了啊 但大家还可以记住这句话啊 就是你想拥有什么 那你就去追求什么 李铁 十五岁 啊 随着这建立宝去巴西 作为啊 这建立宝青年队少年队的队长 那李铁就是从小就立下志向 不仅说是要代表中国队去冲击世界杯 更重要的就是将来要成为真正的这教练啊 这个国足教练啊 李铁也在不同的场合也是丝毫不掩饰自己啊 这个曾经有的这个志向 那当然了在中国呀 中国的本土教练呢 他这个形象不行 其实人都不错 但是呢就老叔啊 打我记事开始 从年为四到苏永顺 从这个苏永顺到曾雪林 从这个曾雪林再到徐根宝 什么欺悟生 基本上呢就是 反正孔夫子班家吧 都是叔 所以这才有了 从斯拉普那开始这一系列的外交 到了李皮 到顶了 为什么 没法再比李皮更水平更高 名气更大 威望更足的外交了 你想李皮 欧冠冠军 世界杯冠军 这这这这都是什么礼物啊 这个 窜天猴啊 再加上一家冠军 啊 银湖李皮 这已经是到头了 啊 就说实话 就说 你说聊新冠病毒 已经到钟老先生 钟南山那了 基本上就到头了 对吧 你你你你没法说 咱们再找谁 再聊一聊了 没法聊了 啊 所以呢 这个李皮到李铁 这是一个巨大的反差 从世界杯冠军 啊 欧冠冠军 尤文图斯的主教练 世界杯冠军 意大利队的主教练 直接一杆子干到武汉猪尔主教练 你就说 这相当于这落差 相当于前面聊的刘德华 后边到我了 你缝摸摸 啊 就说这落差得有多大 虽然说早年间呢 我也有一外号 叫铁刀布刘德华 啊 为什么呢 因为我年轻的时候啊 你现在看不出来 这个很正常 啊 不是你眼睛问题 啊 也不是你这个感觉的问题 就是看不出来 啊 我年轻的时候 我真的 我相当潇洒的一个人 啊 要怎么说能有铁刀布刘德华 这个这个支撑呢 啊 那个时候我要是 从我们那个铁刀布的那个北京物资办事处啊 我要是去趟总局 啊 中国铁路物资总公司 这铁刀布的这个这个物资局 那都好多办公室的 大妈呀 大姐都出来看 围观呢 围观啊 哎呦 这铁刀布刘德华 这来了 小总 哎 后来呢 就是从刘德华呢 给我干到杨成刚了 啊 最开始还行 弄到孙南 2001年呢 我是跟着沈阳福那个队啊 去阿根廷布宇诺塞里斯 我呢 吃不惯西餐 我呢就奔着一中餐 中餐店去了 那好多中国人 好多都是啊 这福建呢 或者是浙江啊 到过去去捞世界的人 然后呢 他们呢 他们呢就在里边吃冬夜 我也在里边吃冬夜 因为四个 迪拉尔 还是迪纳尔 反正相当于四美金吧 就可以吃自助 我在那正吃的呢 一哥们一拍我 他俩给我拍拖酒了 啊 一拍我 一扭头 他说你是孙南吧 哎呦 我当时我 我你说我是激动 还是不激动的 对吧 我原来是刘德华 我这是十几年过去了 直接干的孙南去了 但是好歹人孙南 也也行啊 孙南 也凑合吧 也凑合吧 我就黑谁一笑 啊 他说哎 我经常听你的歌 你唱的特别好 啊 你唱那个 我说 请把我的歌 带回你的家 我说那是孙南吗 我说呢 不是不是 你快回来 啊 你快回来 啊 人说特别好 等再过几年 这网络上就 就说我像杨晨刚了 就是 反正这事不聊了啊 总而言之呢 就是李铁啊 从小的时候 就显示出了一种专注 啊 李铁专注 你看吹头发 一吹吹二十多年 像咱们你想 咱吹牛奶吹不了二十多年 人家吹头发 一直吹了二十多年 而且更重要就是 李铁有自己的主意 啊 李铁呢 并不是一个呀 这个 看上去很 很容易接触的人 嘛 虽然说 他一笑起来也蛮憨憨的 但是李铁呢 有他那种啊 不怒自卑的劲 而且这个人有使命感 有使命感啊 他觉得就是 他是上帝派来的救兵 啊 来拯救中国族群 他有这个自己的这个 使命感 啊 我说一件事 你就能知道 李铁这个人呢 他要琢磨着 他干什么事 他基本上是 义无反顾 有没有沈阳的朋友 沈阳的老铁 应该都知道 在沈阳 有一李铁 这个 这叫什么 李铁足球公园 对不对 李铁足球公园 啊 我们啊 去年十一 就是 精英杯决赛 就在沈阳 就在李铁 这个足球公园 你想想啊 李铁 就干那么一大片 足球的 这个基地 场地 包括这个气膜 人家是自己 掏钱 咱们现在一般人啊 说谁拿自己钱 做生意啊 这这都是傻子 啊 你得像有些人那样的 跟地方政府合作合作 跟这资本啊 联姻联姻 然后呢 赔了赚了的 无所谓 完了 抽身而去 是不是 咱们身边有这样的人 人家李铁说 我要做足球 我就自己出钱 啊 所以 李铁应该说 他把他 这个钱 钱半生 挣的不劳少钱 都砸在这 李铁 这足球公园里了 啊 叫他自己干这事 你想想 他可不是一个小数目 二三十万 五六十万 百八十万 可不是 可不是 就说明啊 李铁 他认准的事 八匹马都拉不回来 而且最重要的 就是他 退役之后 退役之前 要打进世界杯 退役之后 就要带中国队 打进世界杯 人家就有这梦想 为这个人生目标 啊 每一天都积极努力 这是铁吧 这是铁吧 你想 他 太太 现在在沈阳 啊 来操持 他这足球公园 他女儿也挺大 上次我们在沈阳 还都见了 啊 非常的这个 呃 规规矩矩的一个女孩子 人家 李铁 人家现在 呃 四海为家 啊 然后 在关键时刻 敢于承担这一份重任 那么 说句实在话 要么就是外交代国族 要么就得是 打进过世界杯的当年的这些人 来代国族 啊 也就是说呢 在职业的这个领域里面 你必须是 只有打进世界杯 这23个人 这23个人 当然也得分三六九等 因为有的可能都没踢上比赛 高摇什么的 有的呢 可能就是打打替补 啊 张恩华什么的 还没见到上场 然后就得是李铁这种 绝对主力 哎 中国人呢 讲究一个呢 说你的资历是什么 那你现在 说句老实话 你在中国 打进世界杯的 就这二来个人 主力就这12三个人 那李铁 就是这12三个人 最重要的呢 就是他有这成功的经验 别人基本上都是失败的教训 我告诉你 失败的教训 你说他是教训 就是教训 你说他什么都不是 他什么都不是 而只有成功的经验 才有可能 化作生产力 啊 只有成功的经验 他才有可能在这个成功的经验 基础之上 最后通过自己的不断的完善 形成自己对于足球的认识理解 啊 李铁恰恰 就是他拥有着跟随米炉打进世界杯的这样的一份宝贵的经验 你比如说之前韩国的很多的这个中生代的这个教练呢 应该说呢 也都是韩国国脚 但是韩国打世界杯啊 这家常便饭啊 你看 就相当于是家常便饭一样 我实话说 我这一天都没吃 啊 我能不能边吃边聊 啊 重庆小面 啊 就是 就家常便饭一样 所以韩国呀 说世界杯国脚啊 不新鲜 什么黄扇红啊 什么催龙珠啊 什么这些这些乱七八糟的都不新鲜 但是在中国 你这世界杯的国脚 可以讲 哎呦 我弯了 韩国 世界杯国脚不新鲜 日本也不新鲜 只有中国 你要是世界杯国脚 说句实在话 你自身 你就相当于是 镶了金边了 更何况 李铁 先后也辅佐过很多的 这个 本土教练 和外交 你比方说 他从 七五生身上 能学到一些东西 他从 朱广乎身上 也能学到一些东西 然后呢 他从 李铁身上 同样 也能学到一些东西 所以 他这个经历 应该说 博彩 众家之常 再加上 他有写日记的这毛病 不是 写日记的习惯 跟方方似 啊 有写日记的习惯 但人家 人家 人家没说 说 完事就出版了啊 就说 他是 善于记录 分析思考的 我相信呢 就是这几十几年 那么 李铁 应该说 李铁 无论是从球员的 角度 打过世界杯 踢过英筹 就这两点 相当于是 加了 双冒险 说打进世界杯的 有那么二十来个人 可是打进世界杯 说又到出国踢球的 有十来个人 可是打进世界杯 能够在英超踢的 可就没几个 可就没几个了 而李铁 人家是 这样的职业生涯 再加上他 跟很多教练 包括莫耶斯啊 这都共事过呀 所以 不论是国家队的经历 还是不论是本土教练 本土教练 还是国外教练 甭管是 这个外籍教练 执教中国 还是自己置身国外 欧洲五的联赛 这些经历 我相信 对李铁是非常大的一个帮助 也就是说 他的技战术的思想 他对队伍的管理 他对球员的认识 他对比赛的准备 他对训练的某一种 自己的感觉 他是有着非常好的一个基础 明白了吗 那么还有一点呢 就是他为人呢 是比较这个耿直 咱不敢说所有人 因为没有人 是所有人都让他 都是他朋友 但是李铁在这个圈子里边 应该说呢 还是有一波跟随他的兄弟 我告诉你 你 你就说在快手上 你没点兄弟 你能掀起什么波澜 所以在中国 想干点事 必须得有兄弟 必须得有兄弟 因为这是我说了 中国的目前的社会 和中国足球 他都有一种江湖属性 江湖属性 你比如说当年 辽小虎 辽小虎啊 都是跟随着恩师张隐 张指导 李铁就是其中之一 而辽小虎的 这种横空出世 十几年来 这些一个队的队员一起打 最后能打到差不点 要不是高雷雷那一脚 差不点直接 中国的凯泽斯捞腾啊 头年还打假币呢 第二年假一冠军 差一点点 就跟我呀 因为吴奇隆和刘诗诗 他俩结婚 没上热搜第一 就基本上是一个遗憾 有可能是个终生的遗憾 我不可能说吃面 上热搜了 第一了 不可能了 那么李铁呢 有一首歌叫 一个好汉三个包 李铁这么多年呢 也是啊 结识了很多朋友 但最终能够走到一起的 不仅是人品 相互之间的认可 投缘 更重要的 他们各司其职 都能够帮着李铁 你比方说 现在他领队叫庞丽 庞丽 庞丽呢 是当年的 他辽宁队的队友 那位说了 为什么那么多队友 最后选择庞丽呢 那就是庞丽身上 有他的这个 特殊的这种才能 过来过来 这么多老铁 你别给我丢面啊 来 跟大家问个好 叔阿姨哥哥姐姐 大家晚上好 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整个自治人家 2月6号 刘孟阳来自西州 今天等过完生日 11岁 现在还十四 还没过生日是吧 这是绝分的 8月1号是吧 都是8月1号 你俩双孟开是吧 嗯 好 然后 快快快 快 然后那个 嗯 喜欢 喜欢提足球吗 喜欢 喜欢 喜欢是吧 然后今天晚上进了几个 两个 两个是吧 然后 呃 都去过哪些国家呀 奥地利 然后中国 然后 然后 奥地利 中国 越南 然后 韩国 什么越南 越南我们去的 你做梦去的 不是 我们去旅游 大众给我们 我说你跟着足球小匠去过哪些国家 奥地利 韩国 日本 中国 韩国 过来过来 过来 过来 然后还有啥 韩国 英国没去过吗 日本 西班牙 西班牙 日本 日本 奥地利 然后俄罗斯呢 没去 没去 行 然后你对中国足球有信心吗 有 嗯 有 嗯 将来 嗯 有什么梦想 成为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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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嗯 嗯 进国家队 嗯 打世界杯 嗯 然后我身为女孩 是吧 那被冠军 得冠军是吧 嗯 好 哦 你这稍微有点着凉啊 没事 那 嗯 刚洗完 好 刚洗完澡 刚洗完澡是吧 嗯 一会儿头我擦一擦 嗯 然后你说就是 呃 这个国家队 那个主教练现在是谁 李铁 李铁 是李铁吗 好 是李铁 就李铁 是李铁 是李铁 新认 新认的 嗯 上一次我们还看了 是看 我们电视上看了 我电视上看了是吧 嗯 那你觉得 嗯 看好李铁知道带着国足打穷极世界杯吗 我这个没看 没看着是吧 嗯 不是我看好吗 看好吗 看好啊 嗯 那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我们是中国人 因为我们是中国人 因为你们是中国人 是吧 好 啊 然后呢 然后你觉得 嗯 你最喜欢的中国球员是谁 吴蕾 吴蕾是吧 嗯 还有中厂的好几名 中厂的好几名 我也喜欢这两个 你也喜欢这两个 然后你们怎么办了 用实力超越他姑娘 是吧 嗯 用实力超越他们 嗯 那那花那么多钱 请人来了 最后被你们超越了 那那这钱不白花了吗 对啊 嗯对啊 就让他们白花是吧 是吧 是 你觉得你 哦 就这个想法是吧 他的想法是别人用钱 然后来我们 是吧 他们可能 李牧阳可能想的是这样 用别人用钱来 你们就是 把给那个外国人的钱 给你们 是吧 是这意思吗 上一次 就是给你 给你 然后 然后 然后他们来我们 这来踢球 上一次 不懂 没懂 那 行了 下去吧 好 再见 好 对不起啊 这个因为都小孩 都小孩啊 童言无忌 童言无忌啊 但是 他们老是说 但是 你看 一个榜样 吴磊呀 吴磊这榜样 在孩子心目当中呢 那 确确实实 那分量是很重的 这个吴磊呀 跟足够小将呢 应该说呢 还是有缘的 还 跟足够小将 还是有缘的 当初呢 吴磊呀 慷慨解囊 慷慨解囊啊 就足够小将 刚成立的时候啊 就是没钱了 因为赞助商呢 就是决定撤了 那当时呢 我就 我已经啊 就是做好了准备啊 就是 看看是到底是先卖房 还是先卖车 就就在这个时候呢 那么吴磊呢 通过 这个 朋友 然后找到我 然后 就直接 给我打来了 三万块钱 他突然间呢 通过那个 转账 转到我这三万 我当时一愣 我一愣啊 然后他说 那个我小的时候 踢球也没钱 他说现在我有钱了 足够小将 比赛我看了 他们孩子踢得非常好 所以 董哥 你把这钱收下 然后我正琢磊着呢 是怎么退给他的时候 突然间又来了一笔 两万的 就是 我猜呢 就是 吴磊呢 觉得呢 差不多三万块钱就够了 然后呢 他发出来了 发出来之后呢 可能一想啊 说我这么大的腕 说就给三万块钱 是不是有点少 所以他最后呢 忍痛啊 又给了 不是 不是 开玩笑 就是 就是实话说吧 就是吴磊呢 还是 给了我们帮助 有一些人呢 他认为呢 我呀 原来呀 就是老 老说吴磊 老批评吴磊 后来呢 吴磊给了五万块钱以后呢 我就不批评了 我觉得这是错的 咱们呀 咱们都是男人 咱们呢 说话呢 咱们都要有理有据 我 从一开始 对于吴磊 我的认识就是 他 虽然说老踢单刀 老踢丢单刀 那个时候 但是 看上去 他浪费了机会 可是你忘了 他浪费的机会 首先是他拥有机会 可有一天 吴磊不上场了 连机会都没了 所以这就是一个人的价值 他不像孙新民那么贵 但是他一定有他的价值 我一直就这个观点 我从来没有说 用 用这个批评的态度 批评吴磊 相反 我认为 吴磊绝对是 中国队 就是 当下 最有威胁的 风险的球员 这是我一直的看法 那么咱们接着说 李铁呢 他呢 拥有着自己的一个团队 这个团队里边的人呢 我直接接触过的 就是两个 一个叫薛申 一个叫 新丰 这两个人呢 我是直接接触过 这两个人 人品都不错 而且呢 做什么事情啊 非常的用心 薛申呢 早年间呢 其实很有才华 他跟李铁 是结识于 国奥集训队 但薛申后来呢 没提出来 没提出来呢 不是说他能力不够 而是伤病 他在 全运会的比赛当中 受伤了 而且非常严重 就基本上 职业生涯就 game over 不好意思啊 我这吃饭了 我是因为 没吃饭 一天没吃 好吗 那么当李铁 拥有了一个 自己的团队 并且实现了 自己在武汉卓尔的 这样的一种啊 叫技战术风格的 蜕变 李铁当年在华夏幸福 实话说呢 走的呢 并不是说很 欣慰 虽然说 那个时候 他下课了 华夏幸福 给个面 说李铁将继续 将会继续进修 作为华夏幸福的 这个主要的 这个这个 这个未来的 这个发展 这个重要的人物 但事实上呢 实际上已经是 就算分手了 但是彼此呢 给对方面 李铁并没有贪图 在华夏幸福的 这种不干事 光拿钱的生活 而是决定 去武汉 继续呢 去带领着 这样的一支 看上去的 比较弱的队伍 他要实现 他的职业梦想 因为 你不干事 你不带队 你的梦想再伟大 也是不可能实现 所以李铁 带领武汉卓尔 怎么样 现在大胆都点名 说武汉卓尔 不错 那么在武汉卓尔 这个赛季 论纸面实力 武汉也就一保级队 但是最终 所能够拿到的 这个成绩 证明着 李铁的 执教能力 也正因如此 中国足协 把李铁 李肖鹏 王宝山 这三位本土教练 呢 作为这候选 最终啊 李铁胜出 李铁胜出 其实 说 与其说是说 能力 比李肖鹏 或者是王宝山 更强 不如准确说 就是他有着 更强的欲望 就是领导说 哎 说你们仨 怎么样 想吧 我我有信心 我要带领中国队 我带领国足 我有信心 带领国足 完成这个 这个十强赛的 这个冲击十强赛的任务 我有这信心 可能呢 这话轮到王宝山呢 就说 我将尽力 轮到小鹏 李肖鹏呢 可能李肖鹏说 我 跟我的队员 再 再赏量赏量 就是 犹犹豫豫 其实呢 就是一种表达方式 你要说是 王宝山没信心吗 也不对 你要说李肖鹏 没这决心 也不是 但是呢 李铁 一吹 直接就说 我有这信心 我有这决心 你要是领导 你要是领导 你在这哥仨里边选 你也得选 看上去特有信心 那个 对不对 我怼院 我 这这这 怎么聊呢 按说李肖鹏 知道也是很有能力的 是吧 那么李铁上任 背景是李匹辞职 李匹辞职啊 说实话 中国足协连挽留都没挽留 恨不得李匹说自己不干了 几个小时以后 中国足协就赶紧发通知 说他不干了 因为怕 万一这家伙第二天李匹就说他接着干 这事谁受得了 所以赶紧的 也就说明了 李匹二进攻 其实本身就是一个美丽的错 李匹二进攻 绝对不是仅仅从足球角度做出这个决定 而是猜上面的意思 因为当年这一带一路 完了去了 伊德利 然后跟伊德利这政府见面 伊德利说 找一找跟中国有关系的 一下想到李匹了 因为李匹曾经直交过中国队吗 直交了中国队就去了 穿着西服 这家伙一握手 人家说了客套话 说你这将来还得为中国足球做贡献呢 领导说这么一句话 可是他 底下旁边人就懵了 这到底是不是 其实就一猜 就把这事一传 就变成了说 哎呦 那赶紧把李匹请回来吧 就这样 可是李匹呢 在直交中国队这段日子里面 的确呀 没有给中国队带来实质性的变化 咱们不能说李匹呀 没有水平 咱们也不能说李匹没有能力 客观说 一定是中国球员本身的问题更多 但是你别忘了 咱们花这么多钱 说请一个名帅过来 不就是让他解决问题的吗 说你家里有人 说得个病 这病啊疑难杂症 普通医生看不了 就只能请这样大师 可是大师贵呀 大师贵呀 可是你为了救这人 什么贵不贵的 直接辱钱 一年恨不得两千万美金 可是大师过来呢 这病没怎么见好转 反而奄奄一息了 大师扔下一句话 走了 然后你 你说这病太难了 治不了 那这就不对了 要是都能治的病 那还要大师干嘛呢 你说对不对 啊 所以呢 只能说呢 李匹有水平 李匹有能力 但是呢 甭管是什么原因 他这份薪水 请他来 没有起到 这立竿见影的 这个效果 那么在这个背景之下 拂袖而去 其实也是一种啊 简单说吧 就是有点啊 恼羞成怒 恼就恼在呢 说这个 这队怎么这么差 羞羞在哪呢 说你给我这么多钱 我都没干好 也不好意思再呆了 啊 所以说恼羞成怒 连他那几个老哥几个 都没通知 人那几个 跟他一块干的人啊 懵了 说老板辞职了 走了 可是我们呢 我们好不容易 抱上他了 我们来中国这挣钱 挣得挺舒服的 怎么他走了呢 后来呢 也就这个 呃 无稽而终 那 那么李铁在这一刻 出现在了 中国足球的 最高的 这样的一个率位上 应该说 是挺不容易的 以前那高红波 也曾经临危寿命 也带领中国队啊 关键时刻能够 打进这个 十二强赛 啊 但是呢 投几场踢得不好 李皮来了 成绩可以 但是前面 辣的太多了 就导致了 这青黄不接 而李铁这次来 可以讲叫 有备而来 有备而来 啊 李铁绝对是 想清楚了很多的事 并且呢 一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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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在实现着 他执教国足的 一些基础的 工作的累计 包括 这个步骤的实施 咱们捋一捋 首先 李铁非常清楚 在中国 你带一支队伍 你所强调的 与其说是爱国主义 不如说爱国主义 跟人情世故 双管齐下 爱国主义 跟哥们情义 双管齐下 必须要有爱国主义 但是爱国主义 有的时候呢 可能在这些 腰缠万贯的 这些中国的 职业球员身上 他体现的 有时候不见得 那么充分 相反 这 这都是社会人 啊 然后 用一种啊 兄弟情义 再把他紧密的 链接起来 这就好比啊 这这这这 打仗啊 为国而战 但是同时呢 又是兄弟联 那战斗力 可想而知 所以呢 李铁一上任 打他开始带 中国选拔队 打这东亚四强赛 李铁就有很多的做法 是任何一个外交 都不可能去做的 啊 你比如说 他挨个给队员打电话 挨个给队员打电话 你能想象 你一批挨个给 他希望加入 国家队的队员打电话 不可能 语言都不通 电话码也不知道 李铁打电话 比方说 喂 那个 希哲啊 我现在当 国家队教练了 你知道吗 怎么着 我觉得你行 怎么着 愿不愿意跟哥哥一块干 没关系 你可以说不愿意 你就实话实说 你同意 咱们就一块干 说你不同意 我能理解 那那边 希哲说 铁哥你放心 团结是铁 我来 你什么时候 你什么时候叫我 我什么时候来 这怕挂了 那行 就这么说好了 可以 OK 好 喂 大宝 大宝 我铁了 哦 铁哥 说我这马上要当这个瓜队主要练了 你看我要招你 你来不来 你可以说不来 你也可以想 你可以 因为你有你的想法 我都能理解 你说你不来 我也不看你 没关系 你说 那大宝说 我这 我这 我这前锋 我这后来改后卫了 李皮说我不行啊 没事 我觉得你行 你来不来吧 你想不想来 大宝一行 那铁哥你放心 那你只要要我 我肯定来 行 那就先这样啊 好 再见 喂 告礼 喂 同流 相调 我 李铁 可能呢 这过程当中呢 有的队员呢 就说铁哥 实话说 岁数太大了 我这岁数太大了 我想啊 完了 踏实实啊 在俱乐部提几年啊 挣点钱忙 我是肯定支持你的 但是呢 我这个 确实是岁数太大了 也说白了 拼了那么多年呢 也有点伤心了啊 那李铁 没问题兄弟 那就这样 好吧 啊 祝你在俱乐部 一切顺利 好 再见 那么李铁呢 通过这种方式 这一对一的跟你聊 他能确保说 想来的 那都是想 跟着他干的 跟着他干的 同时 他帮帮帮帮帮 把四五个 武汉卓尔的给弄来了 为什么 这叫武汉卓尔 这叫迪西部队 因为刚来啊 说句老实话 这山头啊 城头变换大王旗 有很多的队员 他了解 因为以前毕竟 也在恒大干过啊 也在中超干过 他大致情况了解 但是呢 到底会是什么样 这个队伍 能不能够一开始 就形成一个 强有力的整体 就得有人树立榜样 就是为主教练卖命 啊 那么 进水楼台 武汉这些兄弟 跟着他一块打中超 啊 那对他的战术也了解 对他的脾气秉性也了解 更重要的 那都是 身经啊 这个这个这个 浴血奋战过的这些 跟着自己的兄弟 他先把这哥几个带来 带来这哥几个 其实有多个作用 第一 武汉能够放李铁到国家队 武汉还得重新找教练 这给人武汉 卓尔啊 也拼添了很多麻烦 李铁自然心里也不落人 但是 李铁这个国家队主教练的梦想 是不可动摇的 那么武汉这边呢 也愿意成人之美 但是呢 李铁心里就说 你对我如此宽厚 我必须得给你做点事 做点事的其一 就是让 五名 这个武汉卓尔队员入选国家队 那么这样 其实就显示出了 李铁的 某一种这个 脾气秉性 就说 你对我好 我百分之百 掏心窝子 回报你 但是你跟我这三心二意 对不起 我直接给你 素质高格 说这样的脾气秉性 你可能会觉得 哎这怎么 好像不是按照规律办事啊 规律应该是 谁好 谁怎么着 但是这在中国 这在中国 这其实是 生存与发展之道 啊 就在中国你 尤其是这种团队运动 你要没有一个真正的主心骨 你要没有一个人心所向 你要没有一个围棋马首 事战 你要没有几个脑袋一裤腰带上 可以为你玩命的兄弟 那你最后的结果 你要么就是卡马乔 要么就是什么杜一 要么就是李皮 要么就是木里尿 木里尿很多时候 也逃不开 这样的一种江湖 而在中国这个足球 这种江湖属性 也将会是充分的体现 黑子来了 没事 黑子他跟随我 南征北战 今儿呢又到快手这来 没问题 来没问题 我知道我的生命 我的生活 对你有多重要 你黑我其实是爱我 我这 那么李铁呢 在之前的某些表述 可以看出来呢 他呢是非常有这个 这个某一种 比方说责任 或者是爱国情怀 或者是某一种这个 执着的这种精神 但是呢 到了国家队这个层面 显然有很多的问题 和他没在国家队主教练位置上的时候的想象 还是有一定的差异 你比如说这份压力 都知道说这压力大 但是有一天都觉得高三压力大 但你只有到了高三 你才能真正的感受到那份压力究竟有多大 那么可以讲呢 李铁上任这 差不多 半年 小半年的时间吧 应该说呢 也是不断的在调整 不断的在调整 他的调整包括 对于队伍的人员的这方面的调整 包括队伍的打法这方面的一些构想的调整 甚至包括对于规划球员的态度的调整 如果是一个比较纯粹的爱国主义 如果是一个中国人想要用中国人的能力去做好中国足球的这样的一个人 其实对于规划球员 是处在一个比较纠结矛盾的状态 因为规划呢 有很多的优势 不说了 他能力强 他来这可能会让你的实力增强 但是呢 也有很多潜在的隐患 有很多潜在的隐患 就是中国人跟外国人的共识 说真正达到和谐的 肯定有 但是大多数情况下 可能都会有矛盾 这是基于文化 这种巨大的差异 还有呢 就是中国人入选了国家队 最后如果有头有脸 出头出面的 都是一些规划的外国人 那么中国人势必 这里边的中国人 势必也会有一种 所谓的失落 我们习惯于说 你能干 你干嘛 都你呢 你来吧 所以呢 这都是隐患 再加上于什么呢 中国球员献心 而这些规划的 直接拿一千万欧元的 这种这种收入 反正钱也不是国家出 许老板大概是一出的 那么收入这个巨大的差异 对于中国人的影响 要远远大于 对于欧洲职业球员的影响 欧洲大多数的球员 可能就是我关心我挣多少钱 我不关心别人挣多少钱 除非塞罗尔跟梅西比 梅西跟塞罗尔比 那更多的是个商业的 这个这个这个比较 或者是这种地位的比较 通常呢 不会有太多的这种啊 这种这个 矛盾 但是中国人有的时候呢 他不关心他挣多少钱 他关心别人挣多少钱 或者他去比较自己挣多少钱 别人挣多少钱 所以这方面呢 是容易出问题的 你表示一个单位 为什么原来还挺好 后来突然间单位就乱了 那就因为年终奖发的不好 有人拿五万 有人拿三千 这一下就乱了 肯定乱了 拿三千的都说 你拿五万的你干嘛 我不干 你拿多你干 所以团结 在某种程度上是公平为前提 但这种公平呢 在规划球员和本土球员来讲 是不可能的 已经是不可能公平的 长的都不一样 所以这些问题 逐渐逐渐的呢 要在李铁的心目当中啊 也得去不断的去思量去解决 所以这149天啊 我们今天专门的还打印了很多东西 李铁从他上任之初到现在 可以讲呢 在很多的问题上的这种调整和改变 应该说呢 看上去 这支队伍是在他的掌控之中 看上去 这支队伍是 按照他的一个原来的原始的计划 然后又不断的调整 似乎呢 已经啊 接近于走上正轨 而中国足协对于李铁的这一份充分的信任 恐怕也是此前 对于本土教练 能够给予信任的最高级别 最高级别 那么最近国足这次集训 无论是之前的迪拜 后来的海南 再加上这次上海 到了打上海上岗4比1 打上海深花4比0 两场比赛进球八个丢球一个 而且队的这都是中超的球队 有外援的 那么这个战绩应该说 比分 我想啊 是出乎大多数中国球迷的意料 那么从比分和战果来看呢 应该说呢 这个 是相当可观的 当年以前经常是伊朗人 一见中国人 就伸出四个手指 因为97年嘛 不是打4比1就打4比0 我们那时候到客场到德黑兰 到德黑兰一帮伊朗球迷一看 我们是中国记者 直接就伸出四个手指头 啥也不说 那 我们 我们没办法 我们只能伸出一个手指 那么没有别的办法 明白吗 没有别的办法 但是呢 咱们客观说啊 就是 从 这个 虽然说没看见过比赛 但是呢 过后有一些消息 和一些战报 包括一些 媒体的一些 透露 其实打申花的上半场 0比0 而且中场休息呢 李铁呢 是发火了 发火了 因为什么呢 踢的不好 踢的不好 那么下半场 申花那边呢 也换人 因为申花冰墙马壮啊 换了人了 这边呢 国族也换了人了 然后呢 丁光五次 干了四了 那么从崔康熙的角度来讲 他可能会认为 我这个绝对主力 我跟国家队 上半场0比0 至于说下半场换人 那都不算 就不算数 那么 你是看全场的4比0 还是看下半场的4比0 还是看上半场的0比0 这个取决于一个教练 用什么样的方式 去分析自己 的比赛 就是你认为最重要的是什么 如果你认为最重要的是4比0 那么这就是成绩 如果你更重要的认为是下半场调整 很棒 那么这4比0也是调整的 这样的一个非常鲜活的一个回报 那么如果你看中上半场0比0 和上半场的问题 那么有可能你会陷入更多的思考 我坚信 我坚信李铁是最后一种 他一定会更看重上半场的0比0 到底是怎么回事 那上半场的0比0到底怎么回事 那么李铁呢 应该说呢 他执教国族之后呢 在人员这方面呢 确实也是可以讲 也是基本上是大面积的筛选 老国族的可能大家最看重的这几个队员 应该说在李铁的账下已经是翻篇了 比如说政治 比如说冯潇婷 比如说告林 这都翻篇了 这都翻篇了 就基本上在李铁的国族里边 不大可能再出现这几位了 原因呢 一个是他们可能啊 相对的会年龄大了一些 或者状态呢 也不是说呀 呃非常稳定 还有一点呢 就是李铁要绝对权威 要绝对的权威 从这个私 人私下关系啊 他们未见得不好 但是呢 可能有的时候就是这样 如果说是 哥俩呀都是 比方说不是上下级关系 这个呢 好相处 可是呢 有的时候一旦成了上下级关系啊 就是有一种很微妙的 东西 就会无时无刻不在牵绊着 你们这样之间的关系 所以呢 这李铁的索性啊 就把这种啊 可能会出现的问题啊 就不要去面对了 而这几位老将可能也是觉得呀 这个国家队也就到头了 踏踏实实呢 踢止年职业联赛 再挣点钱 然后呢 准备转轨变形 退了役了 到底是想 搞清训呢 还是搞 搞什么呀 体育公司啊 还是做什么呢 做教练呢 这都得做好准备了 再也没有太多精力啊 再到国家队 你说到国家队 李铁是主教练 你说你是 给面子不给面子 你说不给面子 你去干嘛去 可是你说要给面子呢 有的时候自己这老队员 你不照顾照顾 非得铁面无私 一视同仁 这一般也受不了 所以呢 我认为这就是江湖 江湖有一种是打打杀杀 有一种呢 是 哎 叫做 敬而远之 这也是江湖 再见面 仍然客客气气 但是呢 不在同一个屋檐下 再去折腾了 所以呢 李铁的新国族 也将是面临着 一个重新塑造 自己队伍的核心骨干力量的 这样的一个艰难兵体 那么 规划球员 在这个时候 他的在李铁的心目当中 以地位 也就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 就是当有一天 你原来你在 不在那个位置上 你可能想的更多的是 豪言壮语 中国人的事 中国人自己解决 但是有一天 你在那个位置上 这个队伍的成绩 关乎于你的 未来的时候 那么那个时候 你 所能够想到的 就是一切能够 团结的力量 都团结 一切能够用得上的资源 都用上 一切能够帮助自己的 都给他足够的表现机会 这一点 无论是当初 反对规划的程序员 在上岗的时候 反对规划 非学员规划 到了足协主席 开始了推进 或者叫接收 和当初可能啊 这个李铁对于本土球员的 这种 这种激励 到后来现在 说本来这期还想叫阿兰 并且对所有规划球员 都敞开绿灯 我认为 这就是一种现实 这就是一种现实 因为 更好的球员 踢出 可能更 踢出更好的足球 更好的成绩 所以在这点上呢 这个 也是属于正常 没有什么不正常的 说这个世界上 说想舍生取义的 或者是 以卵击食的 或者是舍得一身寡 粉身碎骨 这个呢 不多 不多呀 红颜小说里面有不少 啊 疆解里面有 但是现实社会呢 这个不是太多 不是太多 啊 但是 都是可以理解的范围 都是可以理解的范围 啊 那么当初 比如说啊 李皮最后执教 中国队的一场比赛是 二比一比二输给叙利亚 对吧 当时的首发阵容 第一 门将严俊玲 现在 大岔不畅 可能要沦为二号门将 啊 刘电座 在李皮的 在李铁的心目当中啊 地位上升了 后卫县 当时是 郑征 朱晨杰 张林鹏 王刚 现在王刚 基本上 没了 没影了 王刚 当时李皮啊 认为王刚 恨不得就是 两把菜刀啊 王刚 李磊 这两类插刀 直接就干上去了 两个变文位 当俩变风使 啊 现在看上去呢 李铁 更相信唐淼了 就唐淼这类型了 说稳也稳 然后呢 也听话 按战术距离做 攻守比较平衡 啊 是不是给你来一个 原有弯刀 还能助攻 张林鹏被捧为 不是 被树为队长了 那张林鹏啊 其实 他的外表啊 和他这个本性啊 不太一样 其实张林鹏很少惹事 就是他没有太多的 这个 这个 这个花花肠子 他也没有太多的这种啊 这个 这个 自我的这种 太强烈的意识 他不像那哥几个 大盘 大腕 他得有个意识 他其实资历也算老 但是呢 他归结呢 算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人 啊 就是你 他不简单 他为什么老受伤呢 就很多动作 他做出去都是 就本身就是奔着受伤去的 差不多 那别的可能就躲了 或者是别的闪了 或者是用另外一种方式 但是他就直扔扔就上去 这也是张林鹏的优点 当然也是他的一个一个一个可能在比赛当中的一个缺陷 那么另外两个政争已经不不在这个名单上了啊 朱晨杰呢 曾经响掉 但受伤了 那么现在李铁心目当中 对上岗对山花 两场热身赛 四名后卫没变 就说明呢 李铁已经要打造一个新的后防线了 除了刚才我们说的 唐淼 张林鹏 另外两个就李昂 和这个 这个 诶 谁 王申超 李扬和王申超 那么 王申超 其实呢 是比较稳健 李扬 也是稳健 唐淼 看着就挺稳健的 张林鹏 也是有丰富的经验 所以 从这条后防线 你直观感觉好像没有以前这个李皮弄的那么犀利 但是 以稳为主 啊 以稳为主 这应该呢 已经成为了李铁的一个 释放出来的一个信号 然后呢 薅俊敏持中国无锡 这是李皮当时使用的三个中场 应该说 分分钟钟 也可能会成为李铁未来的三个中场 但是李铁在尝试着像金镜道 这样的球员 像金镜道这样的球员 就是金镜道本身呢 也是有充沛的体能 战术纪律执行的非常的坚决 所以 这个中场应该说呢 好的中场 是大家对于他们的认知是比较一样的 他不像前锋 或者是这个边锋 或者是这个后卫 中场其实本来人才就少 能踢的就那么几个 所以李铁所选择的 在这个热身赛当中 选择的像持中国呀 无锡呀 金镜道啊 薅俊敏呢 大差不差呢 还是就这几个人 那么前锋 只能是规划加吴磊 谁也撼动不了规划球员和吴磊 当然这里边有一个变数 就是韦氏豪 韦氏豪 因为这个韦氏豪啊 应该说只要他调整好自己的 这个心理 心理状态 就别 别懵 就别 别一下就 就偏了 那么韦氏豪呢 应该说 也是 非常非常具有 特点的 一个队员 那么 从某种角度来讲 中国的这个规划球员 整体的状态是在下降 这个不是说要巅峰时候的埃尔克森 巅峰时候的阿兰 加上巅峰时候的洛国富 那基本上 吴磊可能都在 不见得能打人主力 但是呢 最大的问题就在于 这哥几个都有点老了 都有点老了 有的都 混迹中甲了 有的呢 这个高拉特 这个 给买回来了之后 到现在为止 到能不能踢都不知道 啊 所以 那么 李铁的恐怕 但是他不太愁 为什么呢 因为 有韦氏豪 有这个吴磊 那换句话说呢 他最 最底线 就是他有一个能用的外源 甭管是阿兰 还是埃克森 还是什么洛国富 或者高拉特 在加上个 吴磊和韦豪 在他看来 他认为 这仨应该说 也有能力啊 攻破亚洲的 任何一个球队的球门 当然前提是 你别丢太多 所以 李铁上任之初 抓体能 抓防守 我认为那是对的 因为进攻 现在人都确定不了 进攻 人都确定不了 那么除此之外呢 他准备了 几把 这个土炮 谭龙 李学生 那不是 董学生 谭龙 董学生 这哥俩呢 其实 还是有他的特点的 一个是董学生 这中锋 另外一个谭龙啊 这身体条件也不错 边路急走 二中锋 所以他们在热身赛当中啊 对上岗 对深花都有进球 这也证明着呢 李铁现在呢 看上去啊 他这个武器库啊 还是比较丰富的 更何况还有一些X元素 比如说阿兰呢 他要是回能回来呢 是不是 比如说这个高拉特 万一回光返照又活过来了呢 是吧 所以呢 看上去呢 李铁也是经过了自己的这么一番调整啊 判断啊 中国队的主力的这个基本的框架呢 也是呼之欲出了啊 呼之欲出了 比方说这个后卫后防线啊 我窜天猴啊 比方说后防线上的这个人员的部署 中厂的几个属性啊 薅俊敏啊 吴锡 这是俩老将啊 持中国金敬道 这是俩延边的这个选手 再加一张希哲 对不对 再加一张希哲 看上去呢 这哥几个 再加一个 这个能不能用上 但是不管怎么说 反正没准将来能用上 这李可啊 人员还是比较充足的啊 比较充足 而前锋县上规划 加上呃 吴伟啊 就是吴磊跟韦绕 总体来讲啊 谢谢啊 总体来讲的 呃 还是比较丰富的 所以这就是 李铁上任之后 到现在为止149天 我们能够读出来的 就是 李铁 对这支国家队伍的 整体的掌控 是在的 原因就在于呢 也没什么刺头 也没有什么 说话磨不开的 啊 李铁呢 还是有他足够的 威严威信 当然 不可能每一个队员呢 都 满意自己在队伍当中的 这种地位 比方说有的 说你叫我来了 两场热身赛都不让我踢 一分钟踢不了 完了 走了 这个呢 会有 但是呢 我相信呢 就是 就是大势大飞面前 因为都是啊 一对一电话打过的 而且据我了解呢 李铁呀 平常在国家队呢 跟这个队员的 这个谈心 这个交流啊 还是挺多的 啊 这里面有两个反例 一个呢 是李皮 李皮呢 其实跟很多队员的交流不多 甚至跟他的主力队员 就他这个比赛 他最后让他打主力 平常都没怎么说过话 这是欧洲职业的 就这样 他不把这人的当人 他当做是他的牌 你说你打牌 你说俩十 你说你每天没事 你找这俩十说说话 俩十啊 你们俩辛苦了 经常你去干俩八去 但是你干俩勾也干不动啊 那反正你 他们平常也不用那么聊 但是人不一样 尤其是中国人 尤其是中国人 所以呢 李铁之鱼 国脚们的这种 一对一的这个谈心 应该说呢 肯定是管用的 还记着当年呢 执教天津太达 开始不错 后来黯然下课 八场不剩还多少 金智阳金智道 过后 这个鲁豫 鲁豫就是真的吗 我不信 就是 就是那个叫鲁豫啊 采访金智阳 就是 金智阳说 我 我现在想起来 在天津执教 我还是有 有一定的过失的 真的吗 我不信 是的 就是我当时呢 可能啊 太太 就是 把这个教练的 这个身份呢 看得太重了 真的吗 我不信 他说可能 我忽略了 跟队员的交流 啊 真的吗 我不信 金智阳说 真的 真的 说说当时呢 可能就是 没有跟田井队员 啊 一块呢 就是大成一片 有点太在意自己 这个教练的身份呢 或者是威严呢 反正那意思就说 好像那意思就是 你只有你们懂我就行了 啊 我不跟你们讲 啊 你们不明白就算了 啊 不行的话都得懂我 啊 你们都得懂我 哎 完了 这个 说最后 早智呢 在最关键的时刻 于根伟啊 孙建军啊 什么那些啊 可能都最后就没有 没有那个欲望 在替老金卖命了 啊 所以什么时候 都是胜利是最好的 润滑技 这是肯定的 就是只要赢球 说起来吧 都是你好 我好 大家好 就跟一个企业 都能挣钱的时候 谁都是好的 是吧 但是什么时候 就失败的时候 就得靠情 江湖 来维系 你光靠一些关系 或者是所谓的 靠一些 这个这个这个规则 维系不了 所以呢 李铁应该说 虽然说 他是有自己的雄心壮志 但是他在细节方面 我想他也摸透了 中国人和中国的 球员的这个属性 这个很大原因 一个是他精力多了 他也 当过 建立宝的 辽小虎的 国家队的 艾弗顿的 他都带过 他都教过 另外呢 他又当过 助理的教练 一直 在横 李皮第一次 指教恒大的过程当中 李铁都是 在旁边看的 那个时候 恒大的那些国小 眼中的李铁 肯定不是说 有多高的地位 因为他虽然是中方教练 但是 大全都在 李皮那握着 所以呢 反而呢 倒给了李铁 一个什么机会呢 就是 暗中观察 哎 暗中观察 通过这暗中观察 再加上是一个 仅于思考 分析的人 李铁那几年 应该说把这些中国球员 以恒大为代表的 这些中国球员 裹脚 从场内到场外 从性格到球技 从脾气 秉性 到他的优点 弱点 应该说 全都摸清楚 全都摸清楚 因为 没有人会在意 李铁的 那个时候 李铁的 这个 这个看法 可能在李铁面前 都是一种最真实的流露 相反 李铁 有了这样的一个机会 让他更加充分的了解了 就这一代 这个 这个中国球员的 所思所想 所以他们最真实的心理状态 他们的 可以 充分发挥的部分 以及他们有可能随时添乱的部分 这都被李铁呀 直接都是尽收眼底 尽收眼底 所以呢 总结下来呢 就是 李铁呢 还是 结合着自身的 职业球员的生涯 结合着他曾经跟从的 那些本土 以及外教的 所能够学习到的一些 足球的 这个 这个组织 或者是 训练 或者是指挥 比赛 选人等等 这些方面的经验 再加上他自己 这么多年的认真观瞧 我相信 再加上他也是一个 怎么说呢 可以彬彬有礼 但是 很多时候也是质地有生的 这么让一种啊 叫做啊 软 咱们打个引号 叫软硬兼施的一个 管理方式 就软硬兼施 就第一 你感觉我对你是好的 但是我该要求你的 我也要要求 我该说你的 也会说你 所以这个不是说 我对你不好 我只说你 那就肯定人就颠了 疯了 飘了 是吧 不是不是 人家走了 是吧 还有一种就是 你是我兄弟 那我对你好 你放心吧 你提什么样 我都用你 也不存在 否则的话 那就飘了 而且会产生很多的 负面的东西 所以 与其说我 看好 李铁的 执教能力 那就是所谓的 执教的这种 这种这个 这个这个 纯粹的专业水平 不如说呢 李铁的综合呈现 还是到现在为止 我认为呢 还是 真的挺不错的 但是这不代表着说 他最后一定会 会 会 这个 能够把中国队带到什么高度 因为这个谁也说不好 但是至少 你会发现呢 他有他自己的 这样的一些套路 他有着他自己的一些认识 他也是要规避 他的前任 所带来的那样 那种不堪 但他同时呢 他又防止自己落入 此前 很多本土教练的 那样的一种啊 厄运当中 所以有一天 如果李铁成功了 应该说 他更多的 是把 人给琢磨明白了 而并不是说 一定非得把球琢磨明白 把人琢磨明白 其实以人为本 这一点 有的时候我们会忽略 我们光注重着 是多大的名气 多大的资历 多大的影响力 是吧 但是我们忽略了 最后踢球的一个人 是什么样的一个人 我们光注意到 他脚下是速度啊 还是力量啊 还是频率啊 还是技术啊 但是我们忽略了 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人 那么外教有的时候 他把每一个球员 当做一个棋子或者工具 这是欧洲都是这样 但是李铁把他们当人 把他们当人 有的人他觉得 不符合他的 为人 不符合他的标准 那就 对不起 再见 有的呢 可能人不错 但是又 可能会 对他的这种 治理 管理会有一些影响 那对不起 再见 而凡是来的 都是 可以讲 是一条心 一条心的 虽然说这里边 可能有亲属远近 但是呢 有一些人呢 是 马不扬边自分题 对吧 你像有的队员 你谁当教练 他也不惹事 你比方说王神超 唐淼这样的 你就说我去当教练 他俩可能也都不会 对我有什么 太大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挑衅呢 或者是挑战的 什么的 他没有 这是人 但有一些人呢 就见人下彩点 你一个是 你你是什么样的人 你教练对我怎么样 我得挑战你 人家是 你对我怎么样 我都好好练 我都好好踢 你让我踢 我也好好踢 你不让我踢 我也好好练 就这样的人 其实是 是是非常非常 这个这个 好动的 好吧 所以这不知不觉 聊了一个多小时 所以说呢 今天聊的呢 相对来讲呢 比较正经 不是说我以前的那种啊 天马行空的风格 但是呢 也是希望呢 通过这样的这个 一个一个表达呢 让大家呢 能够能够了解啊 我 我的一些这个思路 魏建德呢 都是对的 但是最关键的呢 就是我们要透过现象 去分析分析这些本质 也希望呢 就是说 未来随着国家队的 公开的亮相 随着中超联赛的 这个恢复 随着这个接下来 这个世界杯 外卫赛 预赛的这种开战 那么有关 李铁和他的新国族的 最终命运 也将会一步一步的 向我们走来 那位说 K联赛有没有假球啊 是这样 只要你买球 我告诉你 只要你买了球 你就会发现 哪都是假球 这个并不存在说 K联赛有没有假球 或者沟联赛有没有假球 或者一甲有没有 西甲有没有 欧洲有没有 不存 这个不 跟他们没关系 主要原因 在于 你是不是买球 你要买球了 就都是假球 因为凡是你输钱的 都是假球 好吧 那么 就是从这个 国家队的这个 这两场这个热身赛的综合呈现来讲呢 就是他们练的确实可以 我告诉你 国家队一定是 就是疫情期间 练的最好的队 练的最好的队 相反的 中超的队 可能是练的最不好的 你比方说中蚁中甲 他们练的好 为什么呢 因为大部分球员都失业了 都失业了 说你再不好好踢 就没钱挣了 再加上这阶段 好多来视讯呢 因为你要到中超视讯呢 太难了 你想到中超一线队去视讯 这太难了 但是中甲 什么中蚁这些队伍 门庭落势 因为今年多少个队解散呢 所以这一来视讯的呀 就让这个整个队伍的这种竞争啊 就可以讲是白热化 说实话 谁能报上名 谁能留下来 就意味着这一年可能能拿个百八十万的至少 要没有的话 就这一年就就没准就没没 西喝西北风了 所以为什么上一上岗会输 昆山FC 为什么上一上岗会输 这个这个这个南东之云 这个很重要的就是 这内队的球队里边 好多队员就得玩命 才能够保住自己的饭碗 而这个中超这种队伍呢 反正就这些人 都有头有脸的 你想想都进国国家队 然后也不知道联赛什么时候开始 外教呢也弄得稀里糊涂 啊 外员呢也是 你说他是庆幸自己早回来了 还是说庆幸自己干嘛回来这么早呢 反正总而言之 啊 这个队呢 就说说说说输给国家队 输给南童之云也都正常 啊 你你你水平再高 你不卖力气 啊 你你天赋再高 你不好好训练 你那你最后输都是也正常 啊 有人说又带节奏了啊 我不知道我怎么带节奏了呢 这朋友 是我又说的不符合你心意是吧 啊 我不带节奏 我说的都是真的 有什么带节奏呢 我说的都是客观事实 嗯 理心玩不玩快手 我不知道这个我不知道 嗯 好啊 呃 休息休息吧 咱们休息休息 休息休息 听听歌 这个我记得有一次啊 这个中国队 呃 踢了一场比赛 赢了 完了我很开心 我记得当时在路上发车 啊 发直播 然后就 这个 放了这首歌啊 这首歌 虽然说唱的不怎么地吧 但是 这首歌还是挺好的 就是壮志在过去 就是壮志在过去 休息会儿啊 你 天哪 我记得 我记得 你 你 你 至少我還抱憂一份針 海外身上的灰塵 穿索疲憊的精神 等待必須僅是坎坷無謀 也許讓孤孤單單走一程 莫想我是多慶愁 莫一程百輪一休 人的遭遇奔不通 但用好心方釋再多窮 嘿喲嘿 嘿喲嘿 換那山道碎眼神 嘿喲嘿 嘿喲嘿 也不能阻擋不分前程 嘿喲嘿 嘿喲嘿 茫茫未知的旅程 我要認真 面對我的人生 所以今天呢就是 用這個 今天這次直播呢 跟大家來分享了 李鐵的新國族 坦白說呢 我對這個國家隊呢 還是有一定研究了 未來呢咱們慢慢的再聊 尤其是米盧那些國家隊 我從頭跟到尾 而且跟米盧先生呢 有過很多次的這種 一對一的這種交流 關於中國足球呢 也有很多的自己的一些粗淺的認識 雖然說呢中國有很多球迷 但是我覺得呢 大多數的球迷呢 可能也沒有這個時間和精力啊 思考這麼多 人們更多的關注 誰手發了 幾比幾啊 贏了輸了 對吧 誰當教練呢 這些基本的東西 所以我願意呢 在未來呢 無論在哪裡啊 都跟大家能夠分享 分享一些自己的這個想法 足球呢 確實有的獨特的魅力 啊 中國足球也的確是件難事 中國人做好了很多事情 但中國人一直沒有做好足球 啊 這個方面的根源呢 也不能說僅僅就是一個中國足協的事 可能也跟呢 社會上每一個 投身足球的這個機構 包括個人 甚至包括每一個球迷也息息相關 啊 中國足球文化的建立呢 仍然說還是一片廢墟 這個和一百年歷史的 這個歐洲相比啊 和這個 包括逐漸找到自己風格的日韩相比 還相距甚遠 所以中國足球面臨著最大的幾個問題 第一中國足球的文化的建立問題 第二一個中國足球的風格的建立的問題 第三一個呢 就是中國的清訓系統 怎麼樣能夠更加有效的 呃 發現引導培養更多的優秀的球員 啊 如果把這些問題逐漸逐漸的解決了 其實一個聯賽啊 他到底是十六支隊還是二十支隊 是三級還是五級 這都不重要 啊 因為中國有這麼大的疆土 有這麼大的人口 你就說一個省 那比歐洲不老少國家都大得多 人口也眾多的很多 是足夠給他做好的 啊 所以中國第一不缺踢球的人 中國不缺踢球的人 因為冰島一共才三十萬人 啊 中國不缺踢球的人 中國也不缺場地 你說你們村沒場地 那我說句老實話 有場地的還是很多的 現在關鍵就是方式和方法 理念啊 還有這個方向 方向如果正確了 啊 就有可能啊 我們就會少走一些彎路 啊 好了 今天就聊到這吧 好吧 也可以跟朋友們有什麼想法啊 有人說別白乎了 行 我馬上就下 好吧 我這因為我第一次直播 所有來都是朋友 啊 我也就 我也就不說什麼了 啊 你說什麼就是什麼 好吧 你願意聽呢 你就覺得挺好 你要不願意聽呢 你就說一句 你就走就完了 好吧 咱們挺開心的一大周末 啊 有緣相會 好吧 啊 PK我就不批了 因為我在這我也沒有家族 我批我也輸 說說今天的比賽啊 今天的比賽 呃 分了 兩個隊 呃 各打了四截 每截二十分鐘 那麼 09這個隊呢 是對 呃 一個0708的隊 實話說呢 呃 一個呢 就是呃 0708那個對手 有有很多優秀的球員 他們甚至有的 已經是 這個 成功的 呃進入了 像類似像 清華附中 呃 和 呃 三高 人大附中 啊 呃 這樣的這個 足球的 這個 特长生吧 啊 然後呢 這個俱樂部也很不錯 就會信的俱樂部啊 他在個人技術這方面呢 其實也吸引了很多很多的家長和孩子 所以提起来是比較困難 還有一個呢就是 這場地啊 因為是真草 我們呢 打去年 恨不得 十月份呢 就到就沒再踢過真草的比賽 所以今天一去啊 我又去晚了 這個是怨我 路上堵車 啊我一去呢 就準備活動開始做了 我一看還都在身體 我說這不行 我你趕緊適應這個草坪 所以這一上來呢 確實是 就打一措手不及 啊 0比2落後 但是後來呢 第一節就0比2 啊 然後第 第二節就是0比0 啊 然後後面就是 就是 比較認真對待的後兩節吧 就是我們是 呃 兩個1比0 啊 就總比分是2比2 但是總體來講呢 比賽打的後 後面兩節打的還是不錯的 到時候給大家釋放一些 這個急緊啊 有有有有 有個別的這個時間段 呃配合打的還是可以的 啊 進球的都是呂萌羊老二 老二呢 是前幾次的訓練呢 我都讓他在在替补那一波 但是今天的正式比賽呢 我讓他打的首发 因為因為我能看出來 這個在在在訓練賽當中 他還是憋了一口憋了一股勁吧 我想這個用人也是一種方式吧 就是把他用在最關鍵的時刻 那但是呢 他需要去呃 讓自己踢的更合理 而今天呢 他踢的應該說 百分之八九十的處理球吧 是比較合理的 呃 我也願意相信未來他能夠 能夠這個 記住今天這個比賽 然後那邊呢 是一零的呃 打零九的啊 好像最後是五比五比三吧 嗯 所以呃 我們做的這個中國足小將呢 很快呢就會 如果疫情結束呢 我們會呃 多做一些這個公開的比賽 啊 然後今天呢 也去順意又看了另外一塊場地 所以現在找中國足小將合作的機構呢 可以講越來越多了 啊 然後願意為中國足小將出謀劃策 願意為中國足小將貢獻 呃 力量的 人也是越來越多了 所以我們只是中國清訓當中的一個 一個 嗯 一個小的部分吧 啊 我們也希望就將來能夠做出點成績來 好吧 嗯 因為可能在快手上也有一些朋友 當然 我現在也都沒家 一個是廟節 啊 還有侯旭 是吧 我因為我慢慢的我了解了解 這裡有多少朋友 到時候可以呢 一起呢 這個連連線 什麼 今天的快手體育的朋友說 董哥我幫你們找找看看 看看那個 我幫你找找看看有沒有這個 比較大咖 快手的大咖 謝謝啊這車 啊 這這這這 啊 溫斗 啊對溫斗 溫斗在快手是吧 所以今天呢也非常感謝啊 感謝這些這麼多朋友啊 查爾斯 快手人才多啊 這個 這個本來說今天 我不知道 我這個 有商品嗎 啊 有商品 大家如果想 呃 看看我們這個 我這個公司的一些 商品也可以 看一看 啊 挺好 都挺好吃的 都挺好吃的 呃 喜歡我五年 學了不少東西 謝謝啊 全國清訓 沒有一個比的想象 比賽 質量 這個也不好說吧 因為我實話說呀 未來的話 職業梯隊 會有優勢的 啊職業梯隊 肯定會比校園的球隊 會有優勢 啊一個呢 就是職業梯隊 呃 他的人才啊 他可以不斷的更迭 啊 你表示恒大 恒大的09的有八個隊 據說今天要淘汰三個隊 那還剩五個隊 啊 而我們只有一個隊 也也也很難淘汰 如果進了學校就很難淘汰了 所以另外一個呢 等在一大了之後啊 呃 這個職業梯隊的 他的訓練的水平 或者訓練的這種量 是吧 或者職業保障的體系啊 肯定要比校園要要要完備 所以呢 我們雖然說在過去 還處在一點點的領先 但是呢 想要守住這個領先的優勢啊 是非常艱難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們也會在 接下來吧 緊緊鑼密鼓的要加強我們 中國組織小將 在清華府中的這個隊伍的建設 這裡面包括 呃更職業的教練團隊的引進 然後呢更職業的 這種科學訓練康復 呃包括飲食的這些保障 然後再結合著 就是我們所做的這個 走出去和請進來 呃多辦一些高水平的比賽 多參加一些高水平的比賽 還要去歐洲 呃等歐洲疫情過去 我們還要去 呃我們這次再去 就不僅僅是一個隊 我們可能是三個梯隊 呃同時出發 然後每場比賽都進行現場直播 呃 然後也在不斷丈量著和這個歐洲的 這種先進清訓 呃 這種差距 呃 我們知道這種差距 將來會顯現出來 但是我們願意呢 謝謝啊 這火箭 這多少錢 多少個快逼 有很多朋友啊 呃有很多朋友呢 是第一次這個在快手 因為他們跟著我來下載了 呃 這些朋友 呃也非常感謝你們啊 這個我 我我還不太熟悉啊 呃 感謝快手體育 感謝 呃 馬孔多鎮長 感謝飛翔的奶罐 感謝小吕足球 感謝老翔改名 呃 謝謝 呃 我也願意相信呢 就是雖然說像快手啊 他不是一個體育的這麼一個平台 但是呢 我相信呢 這麼多的這個 呃 受眾當中啊 肯定有喜歡體育和喜歡足球的 呃 雖然說今年本來是體育大年 呃 但是因為疫情的原因呢 這很多的比賽都取消了 但是體育 未來仍將是人們生活當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呃 一些大的比賽 包括國內國際的這種足球比賽 包括中國隊的比賽 中超等等 很快又會回到我們身邊 啊 到那個時候我相信 呃 在這個平台上也會有很多的球迷朋友 能夠啊 呃 在這裡邊啊 有更好的這種交流 快手籃球做得很好 是吧 嗯 北京第一哥向董哥問好 謝謝啊 謝謝各位啊 呃 董老师你狀態不對 我狀態還不好嗎 我狀態很好 嗯 唱唱歌還怎麼知道 可以設置回放是吧 因為我不太清楚 我 我這個不真的不是很很熟悉 雖然說我13年就開始玩快手 但是後來這這長時間沒玩 完了這直播也是第一次 啊 八十年代的歌啊 這都不是很熟悉 詞詞曲 Actciğim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曾经以为我的家 是一张张的票根 撕开后展开旅程 投入另外一个陌生 这样飘荡多少天 这样孤独多少年 终点又回到起点 到现在才发觉 路过的人 我早已忘记 经过的时 已随风而去 一动的心 已渐渐平息 你疲惫的我 疲惫的我 是否有缘 和你相依 哦 路过的人 我早已忘记 经过的时 已随风而去 一动的心 一动的心 一渐渐平息 疲惫的我 是否有缘 和你相依 疲惫的我 是否有缘 和你相依 只要你们 一动的心 对 为什么 特像 你永远 为你 也 这样 匪 离开 OK 对 对 Work 好 对 对 呃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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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再看你一眼 从南到北 斑马 斑马 你不要睡着了 再给我看看你手上的尾巴 我不想去触碰你伤口的巴 我只想掀起你的头发 斑马 斑马 你回到了你的家 可我浪费着我寒冷的年华 你的城市没有一扇门为我打开啊 我终究还要回到路上 斑马 斑马 你还记得我吗 我是指挥歌唱的傻瓜 斑马 斑马 你睡吧睡吧 我会带上记得离开北方 斑马 斑马 你还记得我吗 我是指挥歌唱的傻瓜 斑马 斑马 你睡吧睡吧 我会买掉我的房子 我会买掉我的房子 好 好了 感谢啊 感谢各位 感谢各位 今天的第一次在 这个快手上直播 感谢各位 也祝各位周末愉快 好吗 生活还是很美好的 将来的没事呢 再给大家呢 一起再讲讲段子 有人说我没放开 其实不 不是没放开 而是我觉得呢 我要 把 我自己的真正的在意的东西 把它讲述出来 插个打混呢 不是说不行 但是不应该在这 第一次在快手的直播 聊两句球 聊一晚上球了 你还让我聊球 好吧 绑一在啊 唱个故乡啊 是许威的故乡是吗 好了 感谢各位啊 收摊 下车吧 好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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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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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